黃姑娘 你吃點東西吧 吃來幹嘛? 我不如死了, 就不用再受這支我 黃姑娘, 你究竟有何為難之處? 你告訴我, 我一定會盡心竭力 無論如何都會幫你解決 我向來以為表哥心裡有我 就算我為他和娘罵了一場大交 但我從來沒有後悔過 但是他跟我說 他要前往西夏求娶公主 原來他心裡從來都沒有我 我們多年的程義 都比不上一個陌生女子 這樣吧, 黃姑娘 你放一百二十個心 讓我搶那個西夏駕馬來做 你表哥做不上西夏駕馬 既然會回來和你成親 那怎麼辦? 如果真的這樣做 表哥一定會恨你的 有什麼所謂 反正他早就已經恨我了 但是你和西夏公主送未謀面 連她是美是醜 是善是惡都還不知道 你為了我和她成親 那不是太委託你嗎? 家父有命 命我前去迎娶這位西夏公主 我只是奉行家命 和黃姑娘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 和黃姑娘一點兒 是爹, 寶貴和黃姑娘 是爹, 寶貴和黃姑娘 這位西夏公主 是爹, 寶貴和黃姑娘 公主殿下有余 各位原來自感盛情 廢國若有不周之處, 尚請見諒 好過就是公主 公主如今有三個問題 凡請各位順序回答 假若符合公主心意, 自當請見 不知蕭大俠因何離去 是否怪我們招待不周 姑娘, 你不要誤會 我大哥應該是酒印發作 出去找酒喝 宋文蕭大俠好喝 我們這裡沒有避到酒, 難留貴賓 你為先生見到蕭大俠之事 還請轉達協議 好 請問先生專聖大名 我叫虛足 先生既然來了, 不妨一答 不要了, 我和大哥是陪三大 先生都來了, 就請回答 請問虛足先生一生之中 在何處最為快活逍遭 我二哥呢 他此生之中最快活的地方 應該是在一個漆黑的冰窖中 冰窖 深淡 先生 先生生平最愛之人是叫什麼名字? 其實…其實我…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二哥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夢狼? …這麼辛苦 你… cas… 夢狼? 你...夢狼? 你…是夢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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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